史莱克一边,众人都没有慌,每个人都提具着自身的魂力,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灵魂下达命名。 黄远和精灵这两名新加入的成员,虽然在庞大的压力面前,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但史莱克奇怪中五人的沉稳,却带动着他们也保持着稳定的心态。 上前三步,唐三低声喝倒,除了他和奥斯卡以外,其他五人同时快速踏前三步,气息顿时反卷,与对手带来的压力在空中碰撞。 五人中戴木白和朱竹青也同样超过了四十级,在气势上并不逊色于对手。 五道黑光同时缠绕而上,分别缠住了五人腰间的位置,正是唐三所发明的特殊阵法,流星人锤。 凭借这个阵法,史莱克奇怪曾经历错黄豆战队。 那时候,他们的等级整体比对手低了一截,此时唐三的蓝银草比那时候更加坚韧,所能延展的长度也已经超过了五十米,绝非那时所能相比。 这流星人锤的威力究竟能提升到多大呢? 小,来。 奥斯卡快速来到唐三身边,唐三手腕一翻,一根飞行蘑菇肠已经吞入腹中,一只手将奥斯卡提起,背负在自己身上。 紧接着,整个人冲天而起,直奔空中乐趣。 飞行蘑菇肠效果迅速展现,一对透明的翅膀悄然浮现在唐三背后,就那么带着奥斯卡直接朝着空中飞了起来。 轻身,唐三又是一声大喝,之前踏前三步的五个人同时深吸口气,提聚起自己的魂力,让身体尽可能的变得清零起来。 在七人之中,朱竹青和小五还有闽宫系的精灵一提起,身体已经没有几分重量。 戴木白和黄远虽然重一些,但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唐三的玄天宫配合控鹤秦龙的作用下,他竟然就那么带着五个人同时飞了起来。 唐三曾经仔细研究过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极限所在, 通过试验他发现,飞行蘑菇肠所能承受的重量大约在五百斤左右。 他们一共七个人的重量绝对要超过这数字,但超过的却并不算太多。 毕竟除了黄远和精灵外,他们史莱克奇怪都才只是十几岁。 只有戴木白的身材雄壮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每个人都提起轻身, 正好是在飞行蘑菇城的承受范围之内,这也是他这套战术的关键所在。 之所以从队伍中暂时踢除太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家伙的体重太大了。 不然,太龙此时所能体现的作用会比小五还要大一些。 唐三突然腾空而起,顿时引来观众席上一阵惊呼。 从预选赛到现在,虽然也曾经出现过几名拥有飞行能力的魂师, 但绝对没有一个会像唐三这样,一个人带着六个人飞。 凭借着蓝银草的连接,整个战队七人同时升入空中的奇景,令人叹为观止。 原本史莱克学院与象甲学院这场比赛就吸引了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观众, 此时更是几乎将所有观众的视线都集中了过来。 贵宾喜上,血液大地惊呼一声,那个唐三竟然还有飞行的能力。 宁风志微微一笑道,我看这能力并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那位辅助魂师。 我想他们绝不会做无谓的事,多出这个人必然有其意义。 奥斯卡被唐三背在背上,本身就相当于唐三的保姆型角色。 毫不犹豫地立刻从手中凝聚出一根恢复大香肠,塞到唐三口中。 消耗刚刚开始,他立刻帮助唐三进行补充。 这场比赛的关键并不在于另外五人怎样攻击,而是在于唐三如何进行控制。 突然看到对手七个人都破空飞起,向甲学院七名正在向前压迫的队员顿时愣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比赛台上居然会遇到这种情况。 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力量和防御固然奇高无比,但同样也是牺牲的敏捷为代价的。 敏公系魂师还好些,至少相互没什么办法。 可是,这飞行类魂师无疑是最为克制他们这样能力的。 如果大家都在地面上,那么向甲宗弟子自然能够发挥出身上防御力强的特点。 可是,对手在空中,那么他们距离对手最近的就是头部。 头部的防御虽然也不弱,可是,他们那一身肥肉的防御力也将无从发挥。 更重要的是,对手七人同时飞起,立刻就打破了他们的节奏。 唐三的双手同时控制着五根拦阴草,下面的五个人就像是拉线木偶一般,一瞬间就脱离了胖子们攻击的范围。 唐三的身体在半空中微微旋转半周,五根流行人锤同时甩了起来,分别从五个不同的方向朝着下方落去。 所落之处都是朝着对手七个胖子身体外围而去,与此同时,无数栏阴草从唐三身上释放而出,同时向对手七人发动了缠绕技能。 从众人起飞到发动攻击,全部过程也只不过是十几秒而已,令唐三有些意外的是,向甲宗七名弟子的反应一点也不慢。 最高壮的胡炎丽大喝一声,七个胖子飞快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背靠背的阵型,同时伸出自己蒲扇般的大手向从天而降的五人拍去。 看到这一幕,唐三不禁暗暗一惊,这七个人的防御力本就极其惊人,而以现在这样的阵型更是毫无破绽可言,想要攻破他们的阵型绝不容易,这也是唐三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五根蓝阴草在带幕摆五人即将进入攻击范围的时候,同时回收,又将五人提了起来。 唐三很清楚,虽然自己抓到了对手最弱的特点,但这些胖子们却极为精明。 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惜挨打,意要拉住史莱克学院其中一人,凭借他们那恐怖的体重和力量,拉住一人就相当于破开了整个流行人锤。 人虽然扯回去了,但蓝阴草的缠绕却并没有停止,纯黑色的蓝阴草带着锐利的尖刺,疯狂地缠绕上了七个胖子的身体,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将七个人缠绕得密密麻麻。 这些蓝阴草可以说都是唐三身体的延伸,当缠绕完成的瞬间,唐三立刻就发现了问题。 蓝阴草上附带着尖刺,根本就无法刺入对方那恐怖的皮肤当中,甚至连腐蚀与麻痹两种剧毒都无法入侵,对手的防御力之强甚至还在他的估计之上。 向甲宗七名弟子同时大喝,爆发性的力量瞬间爆发,眼看着那极具柔韧的蓝阴草在他们恐怖的力量下被缓缓撑开,逐渐崩裂。 唐三也清晰地看到,对手七人身上的第二魂魂同时亮了起来。 他立刻做出了精确的判断,对手的第一魂魂是防御,第二魂魂应该是力量提升一类。 蓝阴草那是唐三五魂的本体,经过四个魂魂的滋润,尤其是那最后那个万年魂魂在属性上的附加,这原本被称为废物魂的蓝阴草,早已极其坚韧。 唐三在不久前达到那种与周围环境中野生蓝阴草融合境界的时候,自身的蓝阴草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虽然变化细微,但本身的质地却变得更加细密了。 此时对对手是全身性的缠绕,就算这些胖子力量惊人,也不是说挣脱就能挣脱的。 一、二、三、四、五。 唐三在心中莫属着,对手中达到四十级的三名队员,在五秒的时候, 将身上的蓝阴草完全挣脱。 最强的忽延力更是只用了四秒的时间,而另外四名尚未到达四十级的队员,却用了超过七秒,才算挣脱出来。 奥斯卡飞快着又将一根飞行蘑菇肠塞入唐三口中, 同时还准备好了一根恢复大香肠。 简单的计算时间后,唐三大脑内各种信息闪过,立刻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二十秒,击溃护盐力。 唐三大喝一声,同时蓝阴草缠绕,再次发动。 他身上第一,第二,第四,三个魂环,几乎同时亮了起来。 七名相家学院弟子那么庞大的身体,站在那儿,简直就是最好的靶子。 蓝阴草飞速缠绕而上,再次捆住了他们的身体。 与此同时,以戴墨白为首的五人迅速降落,在唐三的控和秦龙作用下,同时朝着忽颜力扑去。 忽颜力不屑地哼了一声,还来限制吗? 难道说这就不需要消耗魂力? 以己方七人庞大的身体不用多,几次全面缠绕,就能够大幅度消耗对方那个控制系浑石的魂力。 等到他坚持不住从空中落下来,这场比赛就结束了,想击溃我,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相家宗一向是以防守反击的攻击方式为主,此时眼看史莱克学院要全力发动攻击。 忽颜力不惊反喜,只要消耗掉你们的魂力,害怕赢不了吗? 二十秒,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如何限制我这些兄弟二十秒。 唐三很快就用行动告诉了忽颜力,他是如何限制住相家宗其他人二十秒时间的。 在缠绕发动的同时,除了忽颜力以外,相家宗其他六人脚下同时喷发出十六根蓝银草瞬间凝聚成的牢笼,正是他的第四魂祭蓝银求龙。 与此同时,第二魂祭寄生发动,包括忽颜力在内,每个人身上又多出了一层厚厚的蓝银草。 一层挣脱的时间是四秒,可不代表两层挣脱的时间就是八秒。 叠加在一起的限制能力比忽颜力想象中还要大得多。 除了头部,此时他那庞大的身体已经未完全在蓝银草的覆盖范围之内。 从战斗一开始,唐三就凭借着自己敏锐的判断和详细的计划,将整个战场控制在自己掌握之中。 凭借飞行蘑菇长,他将对手最大的优势尽可能削弱。 凭借着自身强坑的三大控制技能也就在这一刻尽可能地限制住了下面的对手。 二十秒是他对自己所能控制其他六人最低的估计。 唐三飞快地吞下一根恢复大香肠,脸色一阵发白。 他不但要凭借控和秦龙控制着其他五人的走位,还在瞬间释放出三大魂迹。 自身的魂力几乎在一瞬间被抽空了一半还多。 胡言利的判断没错,因为他们七个体型巨大,缠绕技能消耗的魂力就格外多。 要是他们真的再能挣脱几次,唐三必然会被抽空。 幸好,唐三背后还有一个奥斯卡。 在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源源不绝的支持下,唐三消耗的魂力多少能够有些恢复。 呼吼,猫瘾,骨骼变化,种种声音在空中爆发。 五个人同一时间像呼言利那露在外面的头发动了攻击。 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呼言利是对手最强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只要能够将他先击溃,那么这场比赛就要变得容易得多。 对手并没有控制起魂师。 呼言利不但是他们的队长核心,同时也是他们的灵魂。 击溃呼言利,给对手的心理打击也将是巨大的。 虽然唐三也判断出呼言利的防御力必定极其惊人,但就算他再强,也不可能在五名等级和他相差不多的魂师联手攻击下坚持二十秒。 从双方释放出五魂的那一刻开始,唐三一直在寻找的就是对手的破绽。 就像当初对付蓝殿霸王龙家族的玉天恒一样,只是这些胖子的阵型保持得实在太好。 在万不得已之下,唐三不得不自己来创造这个击溃呼言利的机会。 贵宾喜,呼言震怒目元征,猛地站了起来。 眼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孙子即将呈现在五名魂师的集中攻击之下,他眼底顿时呈现出强横的光芒波动,嘴唇激动了几下。 一旁的宁风之日淡然道, 呼言宗主这样做,似乎有损于比赛的公平性吧。 他根本不需要知道呼言震在说什么,也明白他是在通过逼音呈现的能力指点自己的孙子。 呼言震哼了一声,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 我不明白宁宗主的意思,我做了什么? 宁风之日淡然一笑,没有再吭声,毕竟逼音呈现是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的。 他也想看看,唐三所制造的这场必杀之局,就算有呼言震的指点,那呼言震怎么破? 但是,宁风之想不到的是,就是呼言震通过逼音呈现传递给呼言震的两个字, 却将唐三好不容易营造的局面彻底改变。 呼言震口中一声宝贺,身上的第四魂环骤然闪亮,不但身上的兰茵草在加快破损, 同时,他的皮肤再次出现了变化,多出了一层冰棱般的保护层。 哄! 精明化身骷髅,第三魂技,狂战,第一个,堕在了呼言震的头上, 他双臂锁化的骨刀,瞬间就爆发出了数十斩。 但恐怖的是,他的狂战技能在对手头上留下的只有片片火星, 竟然无法给对手造成丝毫伤害。 精灵甚至还看到,呼言震朝着自己咧嘴一笑。 紧随精灵之后到的就是朱竹青, 他的单体攻击最强的幽冥斩瞬间爆发, 双手合于上方,再加上从天而降的气势, 凭借他超过四十级的魂力,这一击远不是精灵所能相比。 轰然巨响之中,即使以呼言震的防御, 双脚也在这一击之下完全陷入地面之中, 额头正中留下了一道白色的痕迹, 最外层的冰冷瞬间爆裂, 呼言震的身体也晃动了一下。 要知道,他完全是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被等级并不逊色于他多少的朱竹青全力一击, 依旧没有受伤,已经是极其了不起了。 黄远与戴木白几乎是同时杀到, 戴木白的白虎猎光波与黄远的怒狼咆哮弹, 几乎同一时间轰了上来。 而这个时候,也正是呼言震外层防御被迫最为脆弱的时候。 戴木白在发动着白虎猎光波的时候, 已经事先施展出了白虎金刚变, 令自己的攻击爆发力瞬间提升。 如果不是考虑到不能杀死对手, 戴木白的这次攻击就会变成白虎流星女了。 但是,令史莱克学院众人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没有任何预兆, 呼言霓头上突然多了一顶头盔。 没错,就是一顶头盔。 土黄色的头盔看上去既不显眼也不绚丽。 可就是这样一顶覆盖整个头部的头盔, 硬生生的抵挡住了戴木白与黄远的合力一击。 哼,呼言霓的小腿随着双脚之后同样陷入地面。 要知道,这擂台的地面乃是用厚达一米的花钢岩建造而成的。 光芒四散之中,只听他爆喝一声, 缠绕在身上的蓝茵草竟然寸寸碎裂, 整个人已经从限制中震脱出来。 距离他最近的戴木白和黄远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个恐怖的大胖子力量竟然再次提升。 而且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 整个人的身体不但又膨胀了一圈, 连带着身上的四个魂环也同时闪亮。 头盔 在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规则规定, 参赛选手不得使用任何器具, 对手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脑海中瞬间闪过一道光彩, 身在空中的唐三瞳孔一阵收缩。 在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两个字, 魂骨。 没错, 忽颜力头顶上的那件头盔正是魂骨。 魂骨分为六大部分, 头、躯干和四肢。 忽颜力头上的这顶头盔证明着他拥有了六大魂骨中的头骨。 唐三的计策就是在这突然出现的魂骨下, 失败了。 但能够逼迫对方使用出魂骨, 无疑也令所有深吸其中奥秘的魂师大吃一惊。 魂骨的价值谁都知道, 每一块魂骨绝对都是天文数字, 而且还很少有人肯卖。 一旦自身有魂骨的事情暴露, 无疑会成为某些人际遇的对象。 而这忽颜力的实力虽然不错, 但也只不过才是四十几级的魂力而已, 在一些前辈高手面前想要保住自己的魂骨可并不容易。 要不是惧怕自己的长孙被对手连续攻击头部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忽颜镇也绝不会允许忽颜力使用这件魂骨的, 哪怕是输掉比赛也不会。 可在唐三营造的局势面前, 为了不被打成白痴或者重创头部, 忽颜镇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个孙子可以说是整个象甲宗的未来。 普通观众不知道那头盔是什么, 低等魂师或许也猜不出, 但贵宾席上的众人又怎么会看不出呢? 白金主教萨拉斯惊讶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忽颜镇, 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光芒, 而宁峰志则是笑眯眯地道, 恭喜忽颜镇主, 令孙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了头部魂骨, 真是可喜可贺啊。 不过, 忽颜宗主也当小心一些才是, 可千万不要被有心人算计了。 忽颜镇面沉似水, 虽然忽颜丽已经化解了危机, 但是他却没有一点欣喜的感觉, 魂骨在大庭广众下暴露, 绝不是一件好事, 冷哼一声, 我向家宗的弟子, 哼, 还不用劳烦宁宗主牵挂。 宁峰志身边的古荣, 眼看宗主被对方先后两次顶撞, 已经有些忍耐不住, 就要发作, 却被宁峰志拉住了, 抬手指了指比赛台, 看比赛吧。